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SS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设定字体 咱们上一期讲的是 如何设置文本的样式 但是没有讲到字体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如何设置字体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字体的设定 在CSS当中 咱们该如何设定文本的字体 需要用到一个属性 叫做FontFamily 字体的家族 通过它 来给咱们网页上的文本 设定字体 比如说 咱们设定微软的哑黑 设定Gothic 设定诵体 访诵都可以 对吧 但是 有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有问题了 比如说 我设定微软的哑黑 那么咱们设定完 这个字体是不是很漂亮 对不对 但是 它是微软哑黑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它在Mac中 它并不存在这个字体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咱不能说 咱们设计一个网页 只给Windows用 Mac不能用 手机不能用 这不行吗 对不对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会用到特殊字体 这就是今天咱们第二个知识点 特殊字体 都有哪些特殊字体呢 大家请看 第一 Sensative 这是一个 第二 Sative 第三 Monospace 这有三个特殊字体 都是什么意思 大家请看 我下面给你总结一下 特殊字体 都是什么意思 首先说 Sense Sative 这是干什么的 这指的是系统默认字体 也就是说 比如说咱们给这个网页上一个字体设置成微软的哑黑 行吧 可是在手机上没这个字体吧 对吧 那么该怎么办 如果没有微软哑黑的话 那么就会使用系统的默认字体 可以吧 完全可以 所以说设置Sense Sative 就是设置系统的默认字体 第二 Sative 这个和刚才的这个上面这个Sense Sative 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Sative不加Sense 代表它是装饰类字体 什么叫装饰类 比如说这个文这个横线的开头 加一个这个三角 这个一瓶一纳 稍微加点加粗 稍微加点这个这个这个美术的感觉在里面 的字体呢 叫做装饰类字体 咱们一会应该会应该会看到这个效果 第三 Mono Space 换句话说 当我选的字体系统中都不存在的时候呢 咱们可以选的Mono Space 这个Mark中非常常用 让各个字体都等宽 相当于咱们这个Windows中的勾洗 对吧 一会儿呢 咱们会实现看一下它的效果 好 这么空口无评 马上实战演习 大家请看 实战演习 我给您举了几个例子 首先H1 设置字体 放到Family 没问题吧 我这设置的是一个 AR Daily 这么一个字体 如果系统中没有 大家请看 如果系统中没有 这字体怎么办 逗号往后找 找有没有这个 Coreer Coreer 如果没有 再往后找 Mono Space 什么意思 Family 它这个属性 可以接收 多个以逗号分割的字体 然后呢 从前到后 优先及排序 也就是说 如果前面设的这个字体 有的话 那么他们就会用这个字体 进行显示 六点器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往后找 再往后找 你看像我这个 先找这个AR字体 没有的话呢 找Coreer字体 再没有的话 那就用系统中 默认的等宽字体 这是H1 接下来我还设置一个 分别不同的 自然断的字体 分别叫这个P里面的 CSS01 02 03 这做什么意思 咱们看啊 比如说这个CSS01 我呢设置的是一个叫做 Tohoma 大和码字体 对吧 如果系统中没有这大和码 怎么办 我刚才用这个Sense Serif Sense Serif 什么意思啊 我说写了 系统默认字体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这个Tohoma 这个大和码字体的话 它会采用系统的默认字体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 CSS02 如果没有大和码字体的话 它会采用 Serif Serif 装饰字体 系统中默认的装饰字体 一会儿会看到结果 第三 如果没有大和码 会采用这个MonoSpace 等宽字体 都是什么意思 咱们马上运行啊 我这儿呢 给你准备了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中 咱们请看 有一个H1 没有问题 然后还有三个P 分别对应的Class Class01 02 03 没有问题吧 就咱们这里面对应的01 02 03 OK 好 那咱们马上运行看结果 首先 我先拷贝上01 我先甭拷贝01 我先运行一下 咱们先看一下 现在这网页 当没有渲染时 是个什么样子啊 今天是08克 然后index 大家请看 这个是它默认系统显示的内容 没有任何的装饰 对不对 好 咱们试试 从这个H1开始 这个H1 我先给它一个AR字体 拷贝过来 拷到咱们的样式单的文件里面去 这是UTF发编码 然后咱们的样式单是cell.css文件 在咱们index中这个地方引用 没问题吧 好 那咱们去装置一下H1 看看有没有这AR字体 如果没有的话 往后找 Curray 咱们有monospace 注意看 F5刷新 大家请看 这个css3是不是发生变化了 说明什么 说明系统中是有AR字体的 咱们看一下这个样式单 这个地方 说明系统中是有AR字体的 所以说 直接显示了这个字体 还算挺好看吧 OK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咱们再试一下 这个 pcss01 这个01呢 它会找这个toho码 大和码字体 如果没有的话呢 会用系统的默认字体 注意看 F5 Go 大家请看 这个字体看来是系统的默认字体 没有问题吧 OK 接下来 咱们再试这个自然段02 这个自然段02 是如果没有大和码字体的话 它会显示系统的每数字的字体 好 看一下结果 刷新 F5刷新 注意看 Go 稍等 我这个系统中有这个toho码 因为我是在这个 我本地编的 然后我在这个虚拟机中运行 虚拟机中没想到带这个toho码 为什么 因为我的虚拟机是个WIN 默认的是这个英文系统 我本地是这个日本系统 我日本系统 准没有这个toho码 但是这个虚拟机中 因为是英文的 所以它带了toho码 我应该把这个toho码去掉才行 不去的话 您看不出后面这个特殊字体的区别 好 这样去掉之后 那么我的第一个字单段 会显示系统的浏览器的默认字体 而我第二个字单段 因为没有前面任何的字体指示 所以说它会显示系统的每数字的字体 咱们看一下 F5刷新 注意看 Go 大家请看 区别出来了吧 咱们看这个 这个是系统浏览器给咱们做的默认字体 没有问题吧 OK 接下来大家看第二个 第二个我设的是什么 第二个我设的是 serif serif是什么 是姓中的每数字 大家请看 第二种是不是更美观一些 这更美观也谈不上 但是它有它的特点 比如说 看这个C 这C的开头的这一笔 稍微有点这个毛笔的感觉 是吧 而这个上面这个普通的C 什么都没有 对吧 再比如这个S 开头接尾 都稍微有点这个顿笔啊 这种滑笔啊 这种感觉 对不对 但上面呢 就是普通的字体 没有什么感觉 而下面呢 看这L L上面还出了个小头 对吧 就这种感觉 这就是系统中的每数字的字体啊 相对美观 但是呢 有朋友说 不 我还看上面的美观 这是跟深美观不一样啊 OK 接下来第三个 第三个咱们用的是 monospace 这是系统中的等宽字体啊 我拷贝过来 好 看一下 注意看 F5刷新 Go 啊 我现在这个系统默认的字体 就是等宽字体 所以说您看起来 第三个自然段和第一个自然段 显示的结果一样 稍等 我再刷新一下 我看到一样吗 哦 不对 不对 稍等一下 第三个自然段和第一个自然段 不一样 为什么 大家请看 第三个自然段 第一个自然段最后的结尾是document的 而第三个自然段结尾呢 是write in 它们不一样 大家请看 第三个自然段就是等宽字体 什么意思 大家请看 每个字母站的屏幕的宽度都是一样的 没有问题吧 这是等宽字体 而第一个呢 是流感器的默认字体 这是它们的区别 请注意 Sense Serif 这是第一个默认字体 第二个 Serif 这是每关的 加上这个阴阳顿挫的这个字体 然后第三 是系统中的等宽字体 这个地方 monos 稍等 我这怎么还设了一个toho码 把toho码去掉 稍等一下 因为我的系统中是带toho码的 toho码看起来看得挺好看嘛 对不对 再刷新 稍微 稍等一下 我的系统中的等宽字体 原来就是这第二个字体 第二字也就等宽字体 OK 这样的来 从而来设定咱们每一个自然段 每一个文本 它的默认样式 看起来我现在 系统中的默认样式的 默认的等宽字体 和我这系统中的每数字体 用的是一个字体 当然 这个地方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monospace和这个Sense 它们不是具体的字体名 它是根据您的系统不同 而显示出不同的效果 其实像刚才咱们设的这个toho码 大河码 这看起来还真的就是效果很好 而且看起来确实是 我感觉这个好像看起来更等宽 是不是 OK 我呢 今天因为是在这个 我的这个本地虚拟机里面运行的话 可能显示出来效果呢 跟我在本地 我做课件时 显示出来效果的不太一样 不过作为一个知识呢 您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什么意思 像这些地方 AR 像这个carrier 这都是字体名 像今天我给您说的这几个特殊字体 Sense Serif Sense Serif 包括这个Monals Serif 它们不是具体的字体名 而是特殊字体 是跟您的浏览器不同 显示出来不同的字体样式 它其实设的是一类字体 而不是一个字体 只要您把这个知识点记录就可以了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试试字体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您可以在您的浏览器中试一下 包括各种各样的终端 手机 包括这个Mac 包括这个Windows 都可以试一下 包括Linux 您看看它有什么不同 您就知道 原来这三个特殊字体 真的是挺有用的 OK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内容了 我代码会放到 开心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会传到 优酷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